Well Is 然後我們剛剛提到那個 圖片它有 所謂的圖文裡的圖 它其實有一個替代文字說明的功能 第二就是它有一種預備情緒的東西 然後我 等一下就讓大家看一些插圖 我告诉各位就是图画有时候 甚至应该说插画这个东西 它其实通常都扮演了一个调味的 调味的角色 那或者是说化妆的角色 也正因为它有前面我说的那些功能 所以它常常扮演这种调味或是化妆 或是让别人对这个文字书 产生了一个视觉上的印象 那这个视觉上的印象 往往就是跟我们在色调上呢 或者是我们有没有认识这个故事里面的 这个书里面所要谈的东西 有没有把它的那个东西精髓抓出来 所以那些精髓抓出来之后 会决定我们画的图 或我们的颜色 我们里面的物件跟我们的线条 还有我们的那个 所呈现出来的人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 我给各位看一个 因为各位应该也知道说 我除了自己写书我也接了很多插画 那这个是一个动画档 我先给各位看这一个 大家看看就是说 当有图的时候是不是 又加上音乐跟文字的时候 是什么感觉 灯可以关一下好了 很好睡哦 这样子 这个是我在 应该是04年 应该是04年的时候画的吧 因为很久 那这个故事是一个 它的背景应该是在 西班牙跟 非洲之间吧 跟埃及之间的一个故事 那里面有很多人的背景 是回教 回教徒 或者是说 伊斯兰教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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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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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